终于不用那么挤了,此恒星系统,可能有三个类地行星,我们都知道人类如今在宇宙探索当中看起来进展得非常的顺利,火星上被发现可能存在着地下水,土味上面可能有生物存在,这些事情看起来让人感觉非常振奋人心,但是事实上人类探索宇宙的过程一直可可半半。 比如说探索类地行星这件事,科学家一直都没有发现何时人类的,但是不懈的努力总归是有怀抱的,科学家们终于发现了一个行星,它可能比地球还何时人类支柱。 这个行星的名字叫做Glis 581克,Glis 581是它恒星,而且很关键的是,这个恒星处在恒星的一居带上,这就说明上面可能非常适合人类居住。 不过随后的发现,像科学家有些灰心丧气,因为自身的质量和距离等原因,这颗行星存在着潮汐锁定的现象。 这也就是意味着这个行星用的一个半球永远处于白天,一个半球永远处于黑夜,好在这个星球处在太阳的一居带上,所以不会阴迈长期的光照,而让温度上升到生物难以生存的地步。 尽管有着这样一个限制,但是科学家依然没有放弃,他们发现了这个行星存在着和地球相似的地心引力,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,因为人类将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设备了,也不需要让身体适应了,可以完全的支离行走了。 这个行星和地球的构成很相像,直径是地球的1.3倍,相差可以忽略不计,很多人还担心温度的问题,因为就算处在一居带上,长期的日晒也会让温度上升,到人类难以忍受的地步。 这点其实也不用担心,因为主恒星是红矮星的缘故,表面温度低,所以这个行星有光的棒球,永远都是处在夕阳的状态当中,并且夕阳的光芒能够让人类看到事物,这就足够了。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,这颗红矮星所为直的恒星系统,当中或许还有三颗适合人类居住的类地行星,因为它们也处在一居带上面,这不由得让人高兴,未来或许人类会移居到这个恒星系统当中,而且不用那么挤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